早晨好啊各位 各位今天是五月二十三吧 如果没记错周六啊 现在是西班牙的上午时间啊 快中午了啊 老百姓讲话帮赏和帮赏和帮赏我 这个这两天这个郝海东啊 又成为这个舆论的漩涡的中心了啊 然后呢 我这个一聊郝海东呢 有的朋友就说了啊 说郝海东原来跟我住医院 郝海东和叶昭颖这两口子住哪呢 住在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南部 南部的平西府 这个北七间这附近的一个别墅区 啊名字我就别说了啊 名字我就别说了 这个就住在那个小区里 巧的是我这个朋友 他父亲就曾经在这个小区 搞这个业主委员会 然后呢 后来他搬走了 搬到了天通院 天通院那边一个小区 又搞业主委员会 这个朋友的父亲呢 我们在北京就认识 还去过他家 他非常有名 曾经因为维护业主权益被砍了两斧子 而且他的事迹好像还上了纽约时报 然后纽约的地铁里边 前十年之前吧 还有他父亲的那个大幅的画像 好像是某一个基金会啊 还是一个什么组织 还是报社 就关于他父亲的那个画像 在地铁里还出现过 这是一个 那个小区呢 它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它不是纯的别墅区 可能那个郝海东啊 和他老婆叶昭影 可能是住在那种独栋别墅里 那个独栋别墅我也去过 有一个重庆的朋友在那 我去他家里去过 那还是最起码四五年五六年前的事了 后来我不就出国了吗 然后郝海东就住那院 然后那院里还有一部分是回迁的吧 类似于回迁的 就住的是那种公寓楼 当然那个比例并不高 大部分都是这种别墅 我那会去那小区 我对这种公寓楼还没印象 我看到的就是一栋一栋的别墅 每家都是上下两层楼吧 有没有地下室 我就不清楚了 似乎是没有 也许我看的不全面啊 然后说来还真是巧 这个我之前很多年前我就说过 这全世界啊 不超过七个人 谁跟谁都认识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在北京开了一个金融公司吧 投资公司 说白了就是玩钱的 这哥们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他被同行诬告 关进去 应该是关到大兴吧 看守所 一开始在市局七处预审处 后来关到看守所 关了一年多 后来呢 他把诬告他那同行 以及那个寻赃枉法的那检察官 也都给送进去了 等于对方又进去了 他出来了 他也在那小区住 然后我说那个老哥 那老爷子 搞业主维权的 姓李的 他也认识他 当然他对他的评价 和我对他的评价就不一样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角度 他们认为这些人还把小区搞乱了 就像当年我在旺京搞的夜委会 就有的邻居就说 你们别闹了 别闹了 你们再闹我搬走 可能是我们是折腾了 跟小区里边要摆上桌椅 又打着横幅 又散发传单 后来还拿着喇叭 扩音器 是吧 那没办法呀 是吧 那我们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呀 你看到的是有点乱 是一个现象 可是呢这个现象的本质 你知道吗 他不管 是吧 这就叫倒因为果 所以吧 有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小区的夜委会啊 这个维权呀 他进行不下去啊 95%甚至99% 都跟着观望 说风凉话 泼凉水 甚至泼脏水 各种的指责 各种的怀疑 各种的诡异的笑 各种的掣肘 拆台 各种的告密 叛变 叛卖 是吧 所以我说这个 郝海东 郝海东也到西班牙了 昨天看他那大房子 说一万多平米 至少十几亩地 然后能看见海 可能就在我们巴塞罗那吧 他儿子在格拉纳达 格林纳达踢球 那个城市似乎不拎着海 好像我印象中 也不知道他在哪啊 不知道 我就知道巴塞罗那 这个 柴净应该在巴塞罗那 然后高雷雷在 还有吴磊在 然后还有这个新版的三国里边 演孙权的 那个叫张伯的 他在我们这有房子吧 我们只能说他有房子 他至于住不住在这 常年是否住在这 不知道 这张伯在马德里也有房子 买了不少房子 还挺有钱的 郝海东还是行 是吧 之前呢 沉寂了一些年 最近看这个方方被围殴 站出来了 主持公道 主持正义 给咱们好爷点个赞 好样的 好爷 好爷